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资固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2月22号礼拜二 今天是冬至 在这边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 冬至应该每个人都会吃汤圆 那如果你吃汤圆的话 请你自己要小心一点点 毕竟来讲的话 汤圆比较容易噎到 所以如果尽量细嚼慢咽 不要吃太大口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的话 请稍微提醒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东西吃汤圆是幸福的 是很幸福美然的 但是不要吃太多 好不好 那我们正式今天的解盘了 今天礼拜二台股上涨10点 是在8292点 量能768亿元 所以近期的大盘量能在700多亿 昨天770 今天768 所以量能大概就是差不多 然后预计大概就是这样子 量缩到耶诞节 再称呼一下子 这个礼拜耶诞节就结束了 外资在放假 外资在放假 再加上总统大选也即将逼近 所以量缩是 量缩平行而言是可以去接受的 这个是在大家的预期当中 好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两人 我们再跟你聊一些基本概念 大盘的走势如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 大盘走势有两种 一种是在这边整理完之后 它会突破创新高 突破前波平盘整理区间的8500点 这个平盘整理区间 这种几率占70% 几率比较高 这种几率比较高 另外一种的走势 就是这边如果整理没办法供过去的话 它就不排除拉回打第二只脚 拉回跟7203打第二只脚 然后形成一个用WD去化解均线的一个盖头反压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你问我哪一种 我不知道 我没那么厉害 我不会告诉你明天一定会如何 在上个礼拜六的投资讲座 我们透过国际股市去跟你解盘 上个礼拜六你有来听讲座应该知道 我们讲道琼 讲NASDA 讲费城半导体 讲S&P500 讲亚洲股市 甚至讲到所谓的欧洲股市 跟上海中文指数 在上个礼拜六的投资讲座 然后我们做最后的归纳 本周就是摊牌的时间点 哪个点位守住 他就往上攻 哪个点位跌破 他就拉回走WD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我再次强调 你很少看到我离红向解盘 我会告诉你未来主持有两种 看得懂我就告诉你 我看得懂 很有把握 例如大盘在万点那时候 我告诉你看空 我就告诉你我看空 7203的时候我告诉你 沾上7203当天的高点 多头正式 皆干起意 由空翻多 我的解盘事实上很简单 唯有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出现一个很模拟的 很模拟的情况 我就告诉你很模拟的情况是怎样 我也不会跟你硬 告诉你接下来是如何 我觉得人不需要把自己武装很厉害 人也不需要去凹单 因为每个会员赚的都是辛苦钱 每个人都是每个月省事件 用存下来的辛苦钱去操作股票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不管是接下来是往上涨 还是往下做拉回 你只要谨记一点 请你避开大型全职股 这是一个大方向 小型类股应该是在这边 是变成主流 所以看法并没有改变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今天正式节目开始了 大盘并没有特别好讲的 所以大盘已经不是我们这里的焦点了 先跳过去 不是我们今天的焦点 我们今天想跟你聊几个现象 一个是油价跌到大概是35块左右 每桶35块 那油价下跌 有人说对于全球经济 它可能是代表是一个 不是很复苏的情况之下 所以油价下跌是代表全球经济不好 那投票 那油价之前涨到130 140 经济也没有很好 不是吗 对啊 好 那我们再跟大家去聊一个话题好了 如果油价现在已经跌到 11年来的新低 没错嘛 布兰特原油跌到 11年来的新低 大概35 36块美元 那投票 那投票 几年前不是有油电双涨吗 你认识吗 几年前不是有油电双涨吗 因为那时候的原油涨到130 140 所以造成油电双涨 老师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政治吗 我不跟你讲政治 对政治没有兴趣 几年前不是油电双涨吗 好 因为油电双涨 所以物价整个都 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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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飙起来吗 那投票 现在原油不是已经降到11年来的新低吗 那物价有调回来吗 没有啊 你听什么意思吗 几年前不是油电双涨 油电双涨什么时候 近期啊 什么时候也忘记了 自己去Google一下 前阵子的油电双涨 照市场告诉大家 因为油价已经来到130 140 那你油价双涨 油电双涨 因为你油电双涨 造成所有的摊贩 不管是瓦斯桶也好了 不管是所有的 你说你中午吃饭好了 排骨饭鸡腿饭 它可能多个五块十块 你今天吃一碗 不要说我们讲今天冬至 你今天吃个豆花汤圆什么 也可能多个五块十块 你吃一碗刹冰 可能也多个五块十块 没错嘛 油电双涨 你吃一个鸡腿饭排骨饭 或什么控肉饭 还是之前不是有吃什么 乳肉饭涨个五块被骂 人家骂得要死 那现在油价已经跌到 11年来的新低了 油价已经跌到 11年来的新低了 那物价有调回去吗 老师好像没有 那房价不是跌了吗 房价跌应该对租金 应该也是比较往下折嘛 往下盪嘛 物价有调回去吗 没有嘛 所以当你物价一动的时候 那是真的是动一法 而整 动一法而全 而整个经济生态的改变 我不晓得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话题 可能是蛮讽刺的 所以我绕了一大圈 到后来是要告诉大家 油价很多人说跌到 11年来的新低 所以对于太阳能可能不利 我个人的看法是还好 那油价 我个人的解读 油价跌是因为 它打击美国的 页岩油跟页岩器 它已经快逼近 它开采成本了 美国的页岩油 页岩器开采成本 大概在45块到48块左右 那 OPEC成员国这些的 开采成本 大概在25块到28块左右 25块到30块左右 所以它不可能拿自己的石头 拿砸自己的脚 很现实的 所以你不用去认为说 油价会跌多少 都已经跌到11年来的新低了 不然还要跌多低 想要一层 好 这第一个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盘头条 告诉大家 它说iPhone 6s 在印度 折价最高16%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 投票 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盘头条 iPhone 6s为了充销售量 印度降价16% 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在印度上市大概两个月就下调了 历年来首见 好 那因为 现在中国大陆的 智慧型手机 几乎已经保护了 好 所以不管是 台湾的 像我们自己的华硕 ASUS 或者宏达电 或者任何一家智慧型手机 都是以目前 抢占印度的市场为主 好 那Apple 他最近也想抢占 中国 印度市场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占力 已经几乎是保护了 好 那投票 我们这样讲好了 这个必须用今天另外一则新闻 去把它连接在一起 今天有另外一则新闻 就是说 我们的出口衰退 已经连续外销衰退 九连降吧 我们出口又衰退了 外销出口又衰退 八连降 对不起 外销订单八连 夏季南翻红 这是今天的经济日报的新闻 那为什么外销订单会八连黑 过去是因为什么 HTC卖不好 HTC是我们销售量的大宗 所以投资朋友 你不要以为HTC跟你没关系 我常讲一个概念 你这些 台湾自制品牌 如果他没有做得很好 那真的是整个生物链 食物链的供应链 彼此会息息相关了 那个上下中油 真的是彼此息息相关了 好 那现在连 Apple 可能也卖得不是很好 iPhone 6也卖得不是很好 我常跟我朋友开一个玩笑 我说 我是一个国货爱好者 所以我在节目 我一定告诉大家 请你有空多多支持 台湾的 本土品牌 不管你要买HTC也好 买 Acer也好 买ASUS也好 或者你只要买 大同店过都可以 请你尽量支持台湾本土品牌 好 如果你觉得 老师 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叫我买HTC 或买Acer 或买宏达电 或买ASUS 你是有拿他们代言费吗 当然没有 那常开个玩笑 如果你觉得这些品牌你不喜欢用 你觉得我不喜欢 手机 我又用不惯HTC 用不惯Acer 用不惯ASUS 那你可以买Apple 有时候我会开玩笑 为什么 至少Apple 过去 之前 之前 之前它的零主件 大部分还是用台厂的零主件 之前 不过它现在已经开始 为了打进中国大陆 或者为了跟中国大陆官方释放出一些善意 Apple它现在已经扶持第二产商 第二供应链或第三供应链 给中国大陆一些电子厂 就做生意而言 本来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就是说 它可以把第二供应链 第三供应链去扶持中国大陆 这是可以接受 因为它也要生活 它也要吃中国大陆这块市场 所以它也必须跟中国大陆政府释放出某些的善意 就Apple的立场 这个没有对跟错 好 那我常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说如果你觉得你用 HTC的手机用不惯 如果你觉得你用Acer的手机用不惯 如果你觉得你用ASUS的手机用不惯 那没关系 拜托你 请你用Apple的手机 至少Apple还会下订单给这些台厂 它的供应链至少还是台厂 至少还是3008大陆光2474可乘2317红海 至少 把人吃米 至少我们还可以喝到一些汤 我这样子讲 至少我们可以分到一些某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用 用其他 我举例好了 假设你今天用其他的电子厂商 我们举例像南韩好了 Samsung 可能他下订单给台厂 可能就不是那么大了 这是就现实中考量 好 那投票 如果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 如果今天HTC或者Apple 接下来没有卖得很好 那对于台股的 或者对台湾的外销订单 是真的是一大伤害 好 那投票 近期你看到很多新闻都告诉大家 iPhone 6s可能不会卖的 很好 销售有点停滞了 现在研究报告是这样子写的 现在是12月20几号的 投资配 我记得在今年的3月4月的时候 台股要供万点 那时候告诉大家 iPhone 6s不排除 6月就有推出来了 有没有印象 好 那时候拉大力光 拉到3715块 那时候拉汉维科 拉到2585块 市场告诉大家 iPhone 6s会卖的多好 多好又多好 后来 iPhone 6s真的也公布了 他把中国大陆 纳入首波 开卖的国家 好 因为以前中国大陆 他可能是第二轮第三轮 好 那后来他把中国大陆纳入 第一轮的首卖国家的时候 然后iPhone 6s卖的很好 所以他因为中国大陆 已经纳入第一波的国家 好 所以告诉大家 市场告诉大家什么 iPhone 6s是Apple 有史以来 卖的首周 卖的最好的手机 谁说iPhone 6s卖的不好 你假的吗 9月的新闻啊 10月的新闻啊 到现在才两三个月而已啊 还记不记得 两三个月之前 市场用一个 多爽动的标题 iPhone 6s 首周是 有史以来卖的 最好的手机 你假的吗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因为他把中国大陆 纳入第一批 你中国大陆 十几亿人口 纳入第一批 那当然是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 iPhone 6s 不会卖的很好 事实上你问你 身旁周遭的人 大家就知道了啦 你身旁周遭的人 现在有多少人 一年就换一只手机 或两年换一只手机 有啦 我不否认有啦 但是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密集度那么高了 现在有手机 很简单啦 我可以拍照就好了 我可以Nine就好了 我可以Facebook就好 我可以Google就好了 现在不是这样子吗 对啊 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对这种需求的 探换速度就不是那么高了 那这个我们过去讲的东西 你都已经慢慢来做验证了 好 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那我们再讲一个概念 今天生技股比较强 那今天太阳能跟线上游戏 稍微做拉回 好 投票你们发现 这个有点类似 悄悄版的变化 也就是说 生技类股 跌了比较多天 然后开始突然反弹一两天 太阳能跟线上游戏 涨的比较多天 突然拉回一两天 那种悄悄版的变化 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线上游戏涨比较多天 然后会拉回一两天 太阳能涨比较多天 会拉回一两天 那生技类股 它现在 拉回比较多天 反弹的天数比较少 所以各一下投票 我做最后的归纳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生技类股本波就是 反弹最后的卖点 所以生技类股 请您不要去追 生技类股任何反弹 都是找卖点 好 那我还是那句话 当初那些告诉你 生技类股是千载难逢的买点 那些之前告诉你 怎样 生技 耗顶第二 终于第二 如果到今天 他可能不文不文了 或者今天生技股很强 他突然拿出来做表演 那请你就把这个人 画一个大叉叉 因为他不值得你信赖 好 涨的时候 滚到脆到转一波 跌的时候不文不文 好 那我的看法 近期我的焦点就是在太阳能 太阳能应该震荡之后会再拉一波 太阳能有分两块 一个是传统的太阳能电池 一个是未来比较长远的太阳能电厂 如果你要做短线 你就是以太阳能电池为主 就是我们讲的细晶圆模组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比较波段 比较长线 你就是以太阳能电厂为主 像硕和 新日光 就是比较偏向太阳能电厂 好 线上游戏干领鼓 我的看法应该是近期的焦点 好 因为寒假要来了 寒假剩一个月 台北国际电玩站 1月28号 1月29号 再加上今年有所谓的第三方支付 所以今年对于线上游戏干领鼓 它的体材性会比较多一点点 好 再回归头来 一开始节目 我们一开始所破题所讲的 如果HTC Apple 这边没有卖得很好 好 那相对于这些Apple供应链 或者是这些比较大型的电子全职股来讲的话 它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资金会自己会去寻找出入 资金自然 自己会去寻找所谓的出口 那耶旦节生下 就这个礼拜嘛 所以外资明显在休假嘛 所以今天这两天大盘量能到700多亿嘛 外资会来之后又有面临到所谓的中等大选 所以如果外资休假或内资休假来讲的话 中小型个股应该会比较有利 中小型概念股不代表它没有成交量 我们看一些太阳能概念股或者是生计股 尤其太阳能 成交量5000张 1万张 2万张 比比届次 所以小型股不代表没有成交量 我还是必须再提醒投资朋友 如果一个投股老师叫的股票成交量都不到500张1000张的话 那你自己要小心一点点 因为他大部队的贷进跟贷出 他的家属朋友怎么可能买的张数那么少呢 所以请你自己要小心 买小型股 太阳能跟线上游戏概念股不代表它没有量 这些个股有些5000张1万张2万张 所以你很好进出 这个你不用担心好不好 时间关系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我林鸿向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睡末了 给自己一次机会 给自己一次翻身的机会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向 下半段大概剩下4分钟 我们简单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大盘我的看法 接下来总是有两种 一种是往上涨 一种是往下跌 这种话叫做废话 往上涨的几率大概是70% 往下跌的几率大概是30% 这个礼拜应该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哪个点位往上涨 它就会突破平台整理区间 在上个礼拜的投资讲座 我们已经做说明了 哪个点位一跌破 大盘就会拉回 跟7203形成一个对称的WD 化解均线的盖头反压 这个上个礼拜六 我们都做说明 所以本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你听我节目那么久 我很少告诉你 未来节目 未来总是有两种 我比较不会用这种模拟两可的方式 因为这边真的是有某些的关键转折点 所以接下来就看控盘手 它能不能透过量说整理的方式 去化解这个危机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上涨的几率70% 它突破平台整理区间 8500点这个平台整理区间 那万一不幸跌破的话 它会拉回比较深 这必须跟图片友报告一下 那为什么拉回比较深 刚才上半段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 出口你说外销订单八点黑 市场有两大理由 一个是不是红色供应链的问题而已 最主要就是HTC 基本上HTC是我们的外销大宗 跟Apple 如果iPhone 6S卖不是很好 那我们这些关键零主件 这些供应链基本上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单 所以投票 有时候你觉得 老师我只是做一个小小动作而已 有差吗 看你如何解读 牵一把而动全身了 你说油电双掌 刚才上半段不是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吗 油价那时候130 140 所以你油电双掌 而且油价不是跌到11年来的信力吗 物价有调回来吗 物价没有调回来 物价没有调回来 所以看你这样解读吗 所以你个人你觉得 你要不要爱用国货 就看你个人选择而已 我觉得 我还是那句话 在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里面 请你多多去支持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那 支持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不见得 他一定是要给很多金钱 而是你能不能上方出 比较正面 比较阳光 比较 祥和的磁场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不代表去帮助人家 不代表说 我今天我捐多少钱出去 我捐多少钱出去 也许那是一个很实际的 但是你能不能带给这个社会 比较正面 比较阳光 比较积极 比较乐观 那你是一种帮助别人的一种 一种方式 就大家一起共勉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的看法 今天768亿 昨天770亿 那标准就是外资在放价 外资已经在放夜战节了 好 所以要进出比较少 今天不管是外资放夜战节 或者接下来总统大选 那那支大户会稍微停看 停的情况之下 在量缩的情况之下 对小型股有利 好 今天生气股比较强 太阳能跟线上的戏 做拉回 那我的看法 我还是必须跟投资朋友讲 生气股反弹 都是比较倾向找卖点 好 所以你的耗顶第二 终于第二 那些当初 弄得吹起转坡的那些人 现在套牢不跟你追踪的 内心里要 自己要去处理 好 那近期你可以看到 太阳能跟线上游戏 长得比较多 跌得比较少 今天有多拉回 长多 长比较多 拉回比较少 所以那是一个多多走势 生气股目前是盘跌比较多 反弹一两天 所以那是比较偏向弱势的走势 这个已经很明显告诉大家了 太阳能跟线上游戏 涨多跌少 这是多的走势 那线上游戏盘跌 生气股盘跌多 反弹一两天 所以比较弱势股的走势 所以从差的走势过程中 你已经知道 你接下来布局在哪边了吗 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吗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久了吗 好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一直相信 股市能够让你赚钱 股市能够让你翻身 股市能够让你改善 家里的经济环境 从一开始的1319东洋 AM汽车大厂 或者更早之前的1789神龙 那都已经很早很早之前的 太阳能 太阳能到现在的线上游戏 真的希望投票 在寒假过年前 好好布局线上游戏概念股 不要等到电动展都已经结束 你只要去追 那就会有点洁净喷出 好 给自己一次机会 自己一次反败为生的机会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